年初吉利的销售慢慢出来 其实有些主要的行业不断唱 唱到吉利很淡 你见到他8月份的低位 险首10.4元 但之后就已经开始爬了 爬到现在都15个多 是不是这些大行唱得极淡的时候 反而大家吸纳 因为可能慢慢会见解 其实那次印象最淡是大摩 那次唱到好像印象 不知5元还是8元 然后他们其实自从过去 不算这个月 过去两个月的销售数据 他们都修正办过 但其实问题是说这一轮升幅了 说是由10元升到15元这些位置 升到5成 留意如果你是现时市场大行 普遍的目标价 都是看14元左右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追 不建议博 又为什么我又说 觉得汽车行业好像有个键底 但是不建议博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问题是你去到这些位置 估值真的贵 如果你看彭博预测 那股市盈率 19年预测的市盈率要14倍PE 但问题就是看回到 只是第四季改善 第三季的情况也是很惨淡 所以说股值 不会真的叫做便宜到变 而最重要就是说 今年对比去年 就是去年计数低 你未来长远来说 维持增长势头 其实都是困难的 内地的汽车行业 已经脱离了高增长阶段 如果未来都处于一个大增长 就要看回品牌竞争力 大行为何看淡吉利 都是在说 因为品牌正在升级 但是升级的过程 现在和日系汽车的平均售价很近 所以下年的销售 我都会觉得很大引诱